公元1471年秋天 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 这一年 37岁的于子郡成为严随镇的最高指挥官 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 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 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 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 设立军事堡垒 驻扎军队 直到16世纪中期 东起辽东镇 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阵防御体系 才告秦城 严随镇统下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 隋德和榆林一带 紧邻北部的核套平原 自从失去对核套地区的控制权 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 每年冬季 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 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 于子郡淫威受命 在一番地理考察后 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 于子郡为皇帝算了一笔账 目前 征讨核套的八万军马驻扎严随地区 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 总共需要九百六十九万两银子 如果选择修筑长城 只需要九万两银子 不足严随镇军费的百分之一 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 这道选择题的答案 显然十分明显 陕西北部荒原 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 于子郡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 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 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 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 从一份于子郡发自前线的奏折中 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 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 士兵们没有冬衣 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 请求运来胖袄袭袜 各两万五千一百余付 分给士兵们 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 如数吉女 年随长城城墙的构造 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 板筑夯土墙 以木板做模 那天粘土和灰石 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 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 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 掺半泥沙夯住 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住 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住 在取土困难的山上 就开采山石 用石块或石条砌柱 于子郡率领四万士兵 经过三个月修筑 在山北荒原上 修建起一道延绵六百多千米的长城 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 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 在风沙弥漫的山北高原 与子郡留下的夯土长城 依然畏畏壮观 在数百年后 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坑依然令人震惊 一道御山产销 逢古田茜的长城防御系统 隐约可见 更为神奇的是 在长达八百千米的工手防线之上 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 居然可以互相瞭望 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 五百多年前 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 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之路 沿随长城修城的八年后 蒙古军队入侵 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 关闭城门 封火台燃放警报 驻扎在边境线上沿随长城守军全线出东 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 散漫不得出 与子郡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 在此后一百多年中 在长城拱位的田地间 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 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 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三百六十万顷客 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 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一百六十千米 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 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 再一次占据上风 与子郡修建的岩隋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 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 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 由木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 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